各位同学,这题呢,它是一个106年的学测题 本题它的测试在于说,我们平常看到的大部分都是VT图 那VT图呢,又经常都是等加速度运动 然而我们这题呢,看到的是一个AT图 加速度时间图 而且呢,它还不是一般的加速度 它是一个变加速度运动 然而在这个变加速度运动里面 它的每一段,我们把它切割成三段来看 它的每一段呢,加速度都是一个固定值 因此啊,今天这题要问 汽车在0到85秒期间的位移 这个是可以算的哦 为什么呢?因为它这些这三段都是等加速度运动 好的,那我们要怎么看呢? 我们没有办法说三段同时一起看 所以我们只能把它切开来看 分别是0到20秒这是第一段 20秒到60秒这是第二段 60秒到85秒 小心,这边是85 这是第三段,OK? 那首先呢,由于这个汽车啊 它是由禁止开始的 因此前面0到20的部分是等加速度运动 大家同学啊,还记得等加速度运动出速度为0的公式吗? 很好,就是什么呢? 就是啊,1 2分之1at平方 所以呢,如果说我们说这是第一段 第一段它的位移呢,就是 好,1 2分之1at平方 A是多少呢? A是0.5 t平方时间经过多少? 经过了20秒 所以t平方就变成400 好,那么这个地方 400除以2再除以2是不是就是除以4? 没错,很好 所以第一段的位移就是100公尺 我们直接把答案写过来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开始进入第二段 同学同学请小心 第二段呢 它虽然是一个等速度运动 为什么等速度? 因为加速度为0嘛 然而各位同学要小心哦 加速度为0不代表它没有移动哦 为什么? 因为它在这个地方有一个粗速度 我这边写V20好 因为是第20秒 这个粗速度是多少呢? 这个粗速度是刚刚我们增加的速度 那刚刚增加速度要怎么看? 好,因为我们加速度是0.5 而且呢,加了20秒 所以表示我们增加的速度就是0.5乘以20 那0.5乘以20就是20除以2的意思嘛 就是一半的意思 所以这个地方粗速度是10啊 所以来看,我们来看第二段哦 由于它是一个等速度运动 所以我们就可以算出这个地方的位移就是粗速度10 再去乘上所经过时间 20到60经过几秒? 经过40秒 因此第二段它的位移就是400 好,我们在这边注记一下 2,400 好哦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第三段哦 第三段呢是在第60秒 好,从这边开始要注意来 首先第一个它加速度是多少? 它加速度是负的,对不对? 负的0.4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它的速度是多少? 速度是不是刚刚啊 从这个地方速度是10 然后一直怎么样? 维持不变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在第60秒的时候 它的速度依然是10 好,那么我们接下来算第三段的位移 第三段呢 它依然是一个等加速度运动 小心哦 不是等速度哦 是等加速度运动 好,那等加速度运动的位移怎么算呢? 这一段的位移是不是V0t加2分之1at平方 你说老师这边公式怎么跟第一段不一样 那是因为第一段啊 它的出速度是0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直接把前面那边省略掉了 但是这个地方它具有出速度哦 所以我们不能把它省略掉 那它的出速度是多少? 出速度是10 经过几秒? 小心小心 从60到85 它经过了25秒 很多同学啊 在这个地方呢 一样给它填20秒 很抱歉 20你就错了 好 你不能怎么样 你不能看到前面是20 你这边也写20 所以有时候各位同学 你在写题目的时候 你要注意题目给你的移植是多少 每个地方都要详细检查 接下来加速度是多少? 负的0.4 特别小心哦 是负的哦 负0.4 时间经过25的平方 625 好 那我们这边仔细估算一下 前面这个是250没有问题 那这个625乘上二分之一 再乘上五分之二 那就是乘上五分之一嘛 那625的五分之一就是125嘛 但是是负的 所以250-125 这边算出来也就是125 那最后要问0-85秒的位移 我们是不是就把这个100加上400再加上125 最后答案所求 对不对? 小学生的数学 100加400加125 加起来多少呢? 625 因此这题的答案是A 好 老师要跟大家讲说啊 这一题答对其实还蛮高的哦 所以告诉你啊 你今天在算的时候要特别怎么样 要特别的细心 然后这题讲的比较快 我知道 那如果比较快 你有听不懂的地方 你可以暂停回过头来看 那 那如果还是有问题的话 可以请同学来找我 虽然老师看起来很可怕 但是啊 你还是不要把问题留到明天 好